迷你世界中的沙漠有非常多的沙子 我们可以使用铲子挖掉这些沙子 在挖掉沙子以后 官方大大提示我们获得了吸沙块 有很多小伙伴说吸沙块非常没有用 其实迷你世界中的吸沙块 它们威力非常强大 可以做成子弹 你们知道吗 如果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吸沙块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者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迷你世界中的吸沙块 它们非常的不普通 我们可以把它一字叠加起来 然后打掉最下面的吸沙块 插上火把 这个时候火把就吃掉了所有的吸沙块 非常的神奇 但是今天我和学姐又发现了吸沙块的新用处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是新版本的boss 它的名字叫做沙虫 我们可以使用机枪将这只沙虫杀掉 杀掉沙虫以后 它会掉落沙虫炮 官方大大说 沙虫炮需要消耗吸沙块 它才可以发射 我们用手撸掉吸沙块以后 这个吸沙块 我们就可以直接填充在沙虫炮中 它就变成了一枚子弹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个时候显示我有一发子弹 可以直接发射 打到商人的身上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 商人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 它的杀伤力 还是非常的强的 当我打了商人以后 商人就追了上来 所以说 迷你世界中的吸沙块 它并不普通 它还是子弹 你们知道了吗